新龙国小的同学正在享用学校午餐 同时间老师也把握机会 介绍餐桌上的餐食来源 今天的青菜是高梨菜 那高梨菜就是我们的有机蔬菜 今天我们吃的食材都是有机的 今天有吃高梨菜 豆花 然后地瓜饭 蛋 然后我最喜欢吃的是高梨菜 吃起来很好吃 而且又很健康 食材来源都可以透过标章去看 所以我都可以吃得很安心 因为有三张EQ挂保证 提升校园食材可追硕性 同学们对于自己吃下肚的食材都很信赖 知道自己的健康 有人帮忙把关 学校为了落实三张EQ这个部分 我们除了加强孩子的食农教育以外 那也让孩子们能够更认识我们台湾的农业 和安全的农产品 深化校园的饮食和我们台湾农业的一个连结 然后能够支持在地的农业 同学的健康从一早忙碌的中央厨房就做了第一层把关 从公寓上送来的三张EQ食材都需要经过验收 确认符合采购契约标准才能进行清洗和料理的动作 三张EQ政策执行以后呢 跟五年前在还没有推动的时候相比 整个食材的品质大幅提升 食材验收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的量非常多 所以说我们比较困难的部分 就是我们每天要点的香树 蓝树也很多 但是我们在把关的这一部分 我们还是做得非常的弱实 为确保学童吃到来源明确 优质安全之国产农产品 除了蔬菜 水果 杂粮 豆 鱼 肉 蛋类等 采用三张EQ食材外 校餐餐盘上的最后一块拼图 主食 食米的部分 也透过学武良网购平台 由厂商比照公粮食米价格 直接供应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食米 让学校选购 在主食部分 我们食用具有产销履历的食用米 那农粮署就有补助这个差额 所以我们大概不到 一公斤不到18元的这个经费 就可以采购到具有产销履历的米 让孩子们来做食用 蔬菜的部分 我们也是用国产可溯源的这个食材 然后我们的农粮署一样补助每餐每个孩子10元 我们一周五天都可以食用新竹县的在地有机蔬菜 而为了符合三张EQ国产可溯源食材标准 食材的源头农民栽种也不马虎 它有机蔬菜它没有用化肥 它都是用有机栽培 它有机栽培的话 它煮起来的颜色非常生利 所以说学校的话 拿到这个菜的话 是整颗可以吃的 没有浪费 新龙国小同学学校午餐所吃的蔬菜 正是来自农友吴文粤的田地 而采用有机邦式种植的蔬菜 生产过程中不得使用合成化学农药及化学肥料 是对环境友善的生产方式 我认为说政府在大力推广这个三张EQ 尤其是有机友善的话 那对协同的营养午餐的话 也是一大的帮助 那农民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利多 因为农民他看到这个有这个愿景 看到整个菜的一个成长 另外呢 我们也受到协同 受到家长 受到长官的一个肯定 我们也是很快乐 农委会积极辅导生产供应端农友 导入各项验证以及追溯制度 集协助学校食材煤盒采购三张EQ食材 并辅导农民团体组成供应平台 确保供货顺畅 同时加强学校生鲜食材源头管理与抽验 与生产源头及学校末端双重把关 确保校园食的安全 农粮署推动这个三张EQ是相当好的一个农业政策 让我们可以知道学校营养午餐的食材来源的安全性 菜从哪一个农场来 谁种植 怎么种植的方式都可以一目了然 然后在学期开学之前 我们也要做一个田间的采样 测验它是有没有农药含量 是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 就是希望能够小朋友能够吃得安心 家长能够放心 更能落实我们政府推行这个三张EQ的美意 从产地到餐桌 透过三张EQ的规范 政府严格把关学生健康 推动学校午餐全面采用国产可溯源食材 期盼学生吃得开心的同时 家长也放心 大战